随杨帝杨广不定杀了自己父亲和兄弟 还多么强扫 一生不可谓不荒唐 可随杨帝在最后的时间里都没想到 为何所有人都要谋反 杨广从小就心机活神 13岁就被封为晋王 可这并不能满足他的野心 他的目标从指至终都是皇位 曾经杨广看着自己父亲掌握天下大权 一句话就可以决定很多人的生死 还拥有数不尽的财富 便很羡慕 但是杨广知道 皇位可不是那么好拿的 于是从小就把本性伪装了起来 杨广知道自己母亲孤独皇后 不喜欢男人三妻四妻 于是长大后就只娶了一位王妃 并且摆出了一份深情认识 不过他的哥哥太子杨勇就不是如此了 杨勇天生好学 性格随和 为人直率 从不弄去作假 但就是妃子有点多 因此很不受孤独皇后喜欢 而之后杨勇的太子妃死了 皇后就认为是被他的小妾谋害的 于是就暗中派人监视杨勇